民眾雙手酒精消毒 兩體溫入場 713微解封第一天 北市科教館開放三到六樓展區 入口處做人流管制 如果超過100人就暫停售票 不過上午開罐 人潮是連容流人數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進去裡面很難 難免會跟人家擦身熬過 所以說還是要盡量避免 寄出票價對半看50元優惠票 但人數跟之前相比 只有一成不到 而史上最常封管的故宮 今天也重新開放 今明兩天預約票都已經額滿 有好久都沒有來故宮了 然後很想說趁這個機會 剛剛開放 剛剛開放的話人也比較少 而睽違近兩個月 也終於可以進戲院看電影 但必須配合政府做好石連制 採梅花座或間隔座 全面禁止影池外 戲院總廳數12個以下 同時段只能開放三個廳 13個影廳以上的業者 總廳數以四分之一為上限 微笑影城呢今天開始營業 不過微解風的第一天遇上了上班日呢 加上疫情的影響 開放規模受限只賣出了三分之一的座位 而三級警戒有條件鬆綁的場館 還包括北美館 一樣採預約參觀制 每時段以兩小時為單位 而北流中心僅開放表演團體 及工作人員閉門排練 採線上直播 觀眾不能入場 中正紀念堂全天四個時段 開放民眾預約參觀 人數上限不超過100人 各大場館有條件減封 開心之餘防疫得做好 也考驗國人的自治能力 本來是女眾網民先台北採訪報導 鎖定八大女生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